做生意最重要是有方案 但是人生有它就一定有方向 人生万变 但是耶稣的爱就永远不变 他的爸爸脾气暴躁 藤条人家用一根 我们是用两根 用橡皮筋捆在一起来打 他想在巴黎结婚 不如嫁个法国人吧 不用沟通 能够过生活就可以了 他陷入了人生低谷 他心里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了 他身边的人都等待他 我们都知道他最终会回逃 从巴黎地铁巴士底站的地下通道走出来 眼前这个车水马龙的广场就是著名的巴士底广场 这里曾经是巴士底监狱的所在地 1789年7月14号 巴黎民众攻占了巴士底监狱 揭开法国大革命的序幕 然后巴士底监狱被破坏的片瓦不留 后来改建成为巴士底广场 巴士底广场是法国人追求自由的象征 今天的巴士底广场经常会举办各种街头艺术跟音乐会 也是市民示威抗议的场所 更是深受游客喜爱的景点 在香港开时装店的严谨珍 1987年来到巴黎 当时她在香港的生意做得不错 好有兴趣做生意 觉得做生意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绩 还能够做得这么好 一直都是这样做 后来赚到钱就贷款买房子 很多事她会想得很清楚 我都没有想过怎样做生意 怎样保护自己不被人骗 我想她比同龄的十几岁或二十几岁的人更成熟 因为她会想很远的事 她是反应快 而且会说话 性格开朗 严谨珍能干开朗 但是她的童年并不快乐 严谨珍的父母以卖报刊杂志养家 因为家境贫困 在她五岁的时候 父母就把她送去西班学系 年纪很小 就要照顾自己的衣服 各样都要自己做 我记得当时不刷牙 或者是含着糖睡觉 所以牙齿长被蛀坏 也都没有人关心 回到香港的时候 我爸爸来接我 接我的时候 我已经是衣衫蓝绿 就是好寒酸 那你知道 这个学系的人 就是不能够这么没面子 我爸爸就给我买双皮鞋 买套衣服 又买太阳眼镜 还买了当时好流行的 一顶圆帽子 就打扮得好像一个小明星一样 就回家 回家之后 就感觉是 爸爸说 这是妈妈 我还记得这个感觉 妈妈好像外人 对这个妈妈就没有这种感觉 就好像很生疏那种感觉 要我叫妈就叫妈了 家里有两个妹妹 两个妹妹习惯他们自己玩 我觉得自己好像外人 叫他们跟我一起玩 他们又不太愿意跟我玩 我的感觉是 我和他们好像不是一家人 爸爸的脾气就是好暴躁 一发错报纸 或者客人投诉说给错了 回来就是打 人家用藤条 是一根 我们家是两根 用橡皮筋捆在一起来打 有时候在街上 就没有藤条 他就解下皮带 就打了 我最记得有一次 就是卖报纸的钱 发现少了 就说 是我偷了 我没有偷 我妈妈就打 就拿麻袋 就套着头打 家门前有一条沟渠 就把头往沟渠里头 没有把脸碍到水里面 但是头发都碰到沟水 就是要你害怕 所以我长大之后 如果有人冤枉我 我就好难受 觉得不公平 我记得大概是四岁左右吧 爸爸妈妈吵架 我妈妈就带着两个妹妹离开了 我看到爸爸在地上磨东西 不知道是刀还是螺丝起子 问他要做什么 他说 回来杀你妈妈 从小就看见 家里是打打闹闹 心里真的好害怕这个家庭 因为对家庭的恐惧 严谨真19岁就跟弟弟到八七做生意 后来又回到香港自己开时装店 直到母亲担心严谨真的婚事 催促她结婚 我做生意做得不错的时候 我妈妈得了癌症 我妈妈得癌症的时候 她就整天担心 我没有结婚 只是顾着做生意 女人始终要结婚的 自己年纪大了 妈妈又有这样的一个担心 觉得也是时候 应该认真找一个对象 找到了 但是感到没有安全感 对方只是老实 本来想我有生意做 或者我有什么 但做生意 我觉得女人结婚之后 要照顾孩子 我未必能够两者兼顾 我觉得安全感 最少也该有点钱 我自己这么努力赚钱 如果她完全没有钱 就是没有前途 反而要来依靠我 我就想依靠人 我要找一个安全感 如果我得不到这个安全感 反而要我害怕 将来怎么办 但是又觉得 她这么好 拒绝她自己的 好像自己年纪这么大了 人家也都喜欢嘛 人又这么老实 要是好像要拒绝她 爸爸妈妈又觉得她好好 朋友又说她好 觉得拒绝又好像不太好 但和她一起又觉得 没有将来 在做生意的时候 认识一个朋友 刚从法国回来 她说 你来法国吧 我就来了法国 我有一个目标就是 我到这里来 要找出路 找我的家 严谨真很快就结束了 香港的生意 卖掉房子 一个人来到巴黎 离开那段 令她烦恼的感情 在香港的时候 严谨真把安全感 建立在金钱上 来到法国以后 为了能在巴黎 居留和生活 她结婚的条件改变了 当时没有想爱与不爱 只是想生活 只是想我要得到一个家 有人对我说 法语好难的 你要嫁老公 就要挑一个会法语的 那个时候我觉得 不如嫁个法国人了 不用沟通 不用了解 能够过生活就可以了 但也听见很多人说 不好相处 和我们的这个文化不同了 我们未必能够接纳的 后来呢 他们就不断推荐说 阿光啦 阿光这个好老实哦 我是做市影 他是做收银员 大家都是单身的 我见他 总是拿着法文报纸上 本来又读这个法文报 肯定会法文了 我就不理他是不是有钱 或者是什么条件 旁人又是来挫合 常在下午休息的时候 出去逛逛街啊 就吃吃东西啊 觉得都挺合适啊 谈恋爱后就结婚 位于巴黎市郊的凡尔赛宫 至今已经有三百多年历史 它曾经是法国的皇宫 凡尔赛宫建筑面积 为十一万平方米 园林面积为一百万平方米 用了二十九年的时间才建成 虽然凡尔赛宫的宏伟豪华 引起当时俄国 奥地利等国君主 羡慕和仿效 但是凡尔赛宫并不适合人居住 因为宫殿里面没有厕所 和灌洗设备 也不保暖 对皇宫来说呢 是个严重的缺乏 严谨珍的心中也有缺乏 就是父母的爱 即便她在巴黎结婚成家 但是心灵深处 仍然渴求父母的爱 这个需求在一次 布道会上面被出动 我记得 一个信徒朋友叫我去 说你参加布道会吧 我说我不去 我正式怀孕 我说除非这样 如果你的神真的这么好 我已经三十五岁了 才有第一胎 我好害怕 除非他保佑我生的孩子 就是好好健康了 我就相信他 他说不是这样 我们的神 不是紧紧保守你好 就是你不好的时候 他也保守你 我就 勉为其难就跟他去了 当讲员呼召的时候 他说神爱你 爱你的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 我觉得就像一个 很慈祥的父亲对我说 你过来吧 你回来吧 我爱你 我不会打你 现在我是你的爸爸 但我不会打你 我觉得那种感觉 好强烈 那种爱从来没有试过 没有试过一个爸爸 可以说不打我 所以呢 所以我好触动 我正怀孕 我的血一直往上涌 又降下来 我就 好害怕 心跳得好快 到底走不走过去呢 我走过去 他会不会打我呢 好挣扎 好挣扎 但 但是不停在呼唤我 你来吧 我真的不会打你的 当然讲员不是这样说 但我的脑里是这样想 我不会打你的 我是爱你的 我是永远爱你的 我就这样走出去了 走出去的时候 不停地哭 虽然我看不见这个父亲 看不见他 但是那种感觉 有生以来 从没有试过 很短的时间之后呢 他就接受洗礼了 我还记得他受洗上来之后呢 他说 哇好热啊 整个人都好温暖 好像回到爸爸的身边了 虽然严谨真接受了洗礼归入教会 但是当时的严谨真 对他所相信的耶稣了解的并不多 那种生命是基督徒 只有星期日的生命 只是回去听道 旅行基督徒的责任 就是回去听道 这就完了 回家没有是认真灵修啊 也没有认真读圣经啊 可以说没有 因为带孩子已经好忙 根本没有心思去追求 直到女儿啊 差不多四岁了 丈夫说要多一个孩子来陪女儿 我说我当然不要 那时候我已经差不多四十岁了 要我那时候再生一个 我说不可能 但那时想到 神说你要尊重你的丈夫 以他为首 这个尊重好像好困难 如果不听神这句话 就是不顺从神的话 牧师教我啊 不如你们两夫妇啊 世世同心 为这件事情祷告 用一段时间 用一个月时间 每天都为这件事情祷告 看神怎么样带领 我就说 我怎么知道神怎么样带领呢 那么就尽管试试吧 我就问丈夫 你既然说要孩子 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祷告啊 他说好啊 那我就 为难他说 每天晚上跪下来祷告 他说好啊 我说既然有一个女儿 就要一个儿子吧 他说好啊 要儿子也好 只要你愿意生就好了 他真的愿意跟我一起祷告 有一天真的发现 爱真的怀孕了 真的是儿子 儿子的出生 使严谨真经历到 他所相信的神 是又真又活 而她的丈夫 也在1999年 相信了耶稣 严谨真家中 有儿有女 很快又住进了一栋 有花园的法屋 她得到梦寐以求的生活 神的恩典真的给我好多 所以我开始对神有感动 开始积极 我要把神的恩典告诉人 他就很努力地去发这个 传福音的传单 还有参加各种的聚会 在这个社区里 我好努力 到学校接送的时候 就带着基督教杂志去派 甚至骑自行车 去查看别人的信箱 看到有中文名字 就放一份 甚至邀请邻居 去学习圣经 当时心里好火热 心里 很多时候 一个大姐的性格 对别人好 关心人 爱别人 或者像一个大姐姐一样 喜欢去管一些事 我想我的人生 对家庭还是教会好 都是觉得热心 就可以了 愿意付出就行了 努力做就对了 我没有想到是相对的 只是想着自己想就怎么做 严谨真以为 只要热心努力为神做事 就会有好的回应 但是当她的热心努力 并没有带来人的欣赏 她就觉得受到伤害 就像小时候被妈妈冤枉 偷钱打她那样 感到很委屈 我觉得神好像没有公义 我对神好 神也应该对我好 怎么会受到不好的态度呢 感觉信耶稣就是不公平 没有力量继续信下去 我觉得没有作用 那时候我决定不做基督徒了 当时她真的是很心灰 不再想有关神的事了 她就是不愿意去了 我都会尽量跟她聊一聊 叫她去教会 我说如果你们一打电话来 就说要回教会 那么你们就不要再打电话来 说什么她都不听啊 那我跟她保持用电话联络 不敢直接跟她问一些的 她自己的个人的问题了 跟她保持一个朋友的姐妹的关系了 有一次有个朋友打电话来说 她帮助我来巴黎的 她说你怎么不去教会啊 我试过打过电话 碰下运气 看你在不在 我觉得很奇怪 怎么你的丈夫带孩子去教会 你不去教会呢 我说我现在不大相信信仰了 我不是很相信这个神了 总之呢 我就觉得啊 你很失败 你作为太太很失败 陪你的丈夫和孩子去教会 就当做一个家庭活动啊 你都做不到 你不要神就不要神了 但是人家看见你不去教会 就知道你不是一个好太太 我被当头棒喝 这样我就又去教会了啊 有一段时间 严谨真虽然有去教会 但她只是星期天 陪丈夫跟孩子去敬拜神 自己完全不投入 我有看见她回来 那我自己呢 就会很留意她 到底她有没有唱歌 有没有领圣餐 那我看到她呢 都什么就没有做 有的时候我自己都会流眼泪 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就是她自己心里面 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了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她最终都会回头 有些牧师说 你不是不相信耶稣 你是有自己模式的教会 有你自己的想法 你是不满意 辅导的老师说我 他不是不相信耶稣 他对其他人说啊 你们在背后为他祷告了 在巴士底广场的中央 树立的这根直径4米 高52米的铜柱 是为纪念1830年 法国七月革命中 遇难的509名烈士而建 称为七月圆柱 在七月圆柱的顶端 有一尊右手高举火炬的金翅雕塑 他左手踢着被砸断的锁链 象征着获得自由 在信仰的道路上 严谨真也需要解脱困索 才能自由迈步向前 在一次的步道会的聚会里面呢 他就重新回到神的身边呢 他们每个人讲的这个经历啊 都是我曾经讲过的 一个讲贪爱啊 一个讲钱呢 一个讲在家里被父母打了 一个讲婚姻了 每人的经历啊 都是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 我就很被触动 就像我重新经历 当初讲员的护照那样啊 再一次护照我 有一次啊 就叫我们一些女信徒啊 每个人在你的脑子里面 写一封信给主耶稣 刚刚一说啊 我就开始发抖啊 然后就哭啊 主啊 我到底写什么给你呢 我有什么可以对你说呢 好惭愧啊 实在不能够与你对话 不可以与你对话 回想以前自己的生命啊 但是你还是带我回来 今天把我带回来了 但要我真正面对主耶稣的时候 真的要面对的时候 我到底可以跟你说什么呢 我只有惭愧两个字 投靠爱的伤手 然后呢就想大叫 我就用手捂住自己的嘴 不让他发出声音 但没有办法停止 很多女信徒过来抱着我 跪在我前面抱着我 还是停不下来 然后师母叫他们回座位 师母把手搭在我肩上 他说主耶稣知道的 主耶稣明白的 主耶稣是有怜悯的 他知道你所受的 他全都清楚 师母说了几句话之后 我就停下来 停下来以后 整个人都发软了 因为太太激动了 然后呢这个人 递上一杯红豆沙 那个人递上一杯绿豆沙 我两杯都喝下去 然后又喝了好多水 突然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 好轻松啊 完全看不出来 刚才这个悲伤的这个样子 其实我好清楚 是被神的爱重新的触动 那种爱 神的那种爱重新回到我身边了 盼望永不尽头 得到神的爱是最满足的 想要解决一切的事情 始终都没有办法解决 但是最终的出路 还是神的爱 他回来之后 一步一步 神都改变他 以前他认为 为神工作 是要做很多事情 是希望神开心 我没有认真去了解神 我没有认真去 明白神的心意 那现在他知道了 是还是要为神工作 但是需要依靠神 神带领他呢 更靠近神 不是用自己的方法 或者不是用自己的想法 去做他想做的事 以前的我 是在人那里找爱 好注重人的关系 但是人会变呢 所以一改变 你就不开心了 但神的爱不改变 他永远是这样 这么多千年还是这样 现在我真的找到主的爱 找到父的爱 以前我没有爸爸的爱 现在这份父爱 不仅是父亲 那种爱是完全不受空间 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 那种爱在你里面 我觉得那才是真爱 主就能给我这种爱 我觉得能寻找到这一份爱 相比任何的爱 要平安得多 稳固得多 严谨真从小对爱的渴望 在主耶稣基督里得到满足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严谨真所说的这种爱 和赐下这种爱的耶稣基督 欢迎致电恩与生命热线 或者登入恩与之声的网页 与我们联络 我们很乐意跟您分享 基督教的信仰 愿神赐福你 当世事再不可重头 主的爱在背后 恳请你在这黑豆流 投靠爱的双手 一双手 一双手 献出的行事 牺牲也没愿由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带来自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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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网络 还有电脑互联网 广传福音 也以生命关顾电话热线 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的事工很需要你经济上的支持 就让我们继续为福音齐心协力